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名字叫Due 我是Vicronin 可是我是主宰Millioner 我现在其实是在新加坡工作的 我是从事Engineering行业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想要做一副大副的纹身 只不过是还没有想到一个题材 就在2022年 我和我老婆就有个孩子 然后我就想要做一副tattoo 是有一个意义的 我就有把一些元素 关于我的孩子的一些元素放进去 大副来讲是其实算是第一副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小小的 就在手上这边和一个这个 这个是我和我老婆结婚的日期 和一个戒指这样 因为我和我老婆其实都不太喜欢穿戒指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纹身 这样子我和我老婆都有了一个纹身 所以算是第二次纹身 我现在做了七分纹身 里面是有灯塔 有一个帆船 还有一个星空 有一个狮子桌 再来里面其实有一个老虎 还有一些蚊子 所以我做灯塔 那灯塔主要意义是好像象征着一个避风港 因为灯塔是一个guidance for 船给我的孩子 然后那个船的意思代表是一个新的旅程 一个new journey for我as a parent 给我的孩子当然也是一个我们一起的 共同一个旅程 就是代表着说他将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旅程 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而不是跟着别人的剧本去生活 然后上面一个星空是狮子桌 那狮子桌是我老婆我老婆的星座 所以除了我本身以外 就是我老婆会一起照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这是一个老虎 老虎其实就是我孩子的一个生肖 所以它代表的是我的孩子 还有一个文字是乐 是我孩子的名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phrases 或者是quote 我放的是 be happy be grateful be yourself life is short leave it the way you love 想要对我自己说的 然后最主要还有也是 想要把这个意思传达给我的孩子的 一个人的人生 最重要的是做自己 最重要的是过得开心 还有感恩 我觉得懂得感恩 自然而然就会过得比较开心 这次的文身是peed fun 给pits的话我当然是给他满分 我相信他是一个大师级的文身师 所以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个铁度的idea和construction的时候 就我们有经过几次的discussion 所以他是我觉得是非常专业的 这前期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我跟pits有讨论好吗 现在的成品来看当然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啦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挺喜欢文身的 所以我主要是想要把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才纹在身上 如果down the road有其他什么事情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那我当然还是会想要把它留在我身上 其实genior是一个profession artist当然也是一个profession 纹身师我把它当成也是一个专业的艺人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纹身 那你也一定需要一个技巧 对我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骑士 是一个艺术 这一本身我觉得是还好 如果真的需要出合一些比较认识的场合 还是什么配置把它给折起来 毕竟我现在是7分sleeve 所以长袖还是可以折得住的 总的来说 如果我是因为有了文身而被歧视 加上在这个年代 那我觉得歧视你的人 他自己本身更有问题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识的最痛的程度来讲 我相信应该是9分了吧 在靠近ampus已经9分了 可能elbowl是7分6分7分这样子 其他部位其实都还ok啦